我发现世界 难题是残缺 我住在我足迹的人间 我发现世界 难题是残缺 谁在说话 你好 你是 我系古巨鸡 你系古巨鸡 你好啊 那他们是 他们都是古巨鸡 古董 这个是小学时候的古巨鸡 我觉得很恐怖 我自己看到这么多的古巨鸡 而且的表情都是 好像要把我吃掉了 那为什么你要 你是古巨鸡 那我是谁 你是何书桓 我听说80后脱口秀里面 有一位主持人 他是非常怕老婆的 那我们不怕老婆的 请就座回到座位 剩下的 应该就是那位怕老婆的主持人 翻开你的面具吧 阿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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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边坐好好聊一下 今天古巨鸡来了 对不对 来来来来 我跟你们讲近距离看 简直羡慕的一塌糊涂 实在太年轻了 皮肤保养的真是特别特别好 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戴你的面具吗 为什么呢 因为就希望能有这样一张不老的童颜 还好 我都年纪不小了 我们都知道 但是确实保养的非常好 再来个特写看一下 对不对 哪一台是特写 哪一台都是特写基本上 这个能不能先传授一下 这个保养的秘籍 因为我知道很多的男明星 尤其是你们香港带动的 男明星都喜欢敷面膜 我还好 不太 你没有吗 我 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男明星在敷面膜 好不好 吴彦祖 吴彦祖也是要敷面膜的 对不对 你看你看 张震 张震也是敷面膜 你确定这个是吗 你确定是吗 他们好像没 脸没有这么大过 可是我看到那个角落 那个微博写了一个人的名字 对对这个不要紧 这个这个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怎么连挡起来说自己是吴彦祖也不行吗 你你会不会敷面膜平时 我通常就是工作的之前 老婆帮我敷一下 平时我就比较 什么 老婆敷面膜要 这样吗 他们没见过什么世面 你知道吧 你随便说点什么 他们还是这个反应 我刚刚吃了一碗饭 我撞到 你看 你有没有拍下来 我刚撞到后面 然后这个头往前 这个牙齿又撞到 我们这里观众就要尽可能的 不管发生什么就 哇 你知道 那跟我老婆好像 我跟她去看电影什么的 其实没有多那个吃鸡的画面 然后她就 就喊出来 可是在电影院 那旁边的人就 怎么来了一个什么人来看电 不是 但是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吃鸡的画面 为什么要 没有 就是那种 吃鸡的画面 怎么会怎么样 不是鸡 不是鸡 对不对 像你自己讲的吗 不是吃鸡 吃鸡的画面吗 是吃鸡 就是吃鸡 对不对 我们说回做面膜的事 是是是 因为你这个保养真的太好了 没有没有 你知道就是 她现在这张脸跟我们 当年看到何朱环那张脸就 何朱环是谁 我没想过 会被骨骑鸡抓到这种毛病 你介意我们说你的真实年龄吗 不介意 在网上能找到 对 大概今年也 是这样 20多了差不多 你看 我们这里有一个那个 就是测年龄的那个 我们两个一起看看 我不知道我会比你老多少 你知道吧 来我们分析一下 十倍成功 各位观众 古巨鸡二十二岁 对不对 王子健十三岁 没有 你刚刚 你嘴巴装可爱 没有没有 我不会再试一次了 手机扔掉 我跟古巨鸡比脸 我还比他年轻个九岁 有什么值得开心 你应该本来是比我年轻 我应该本来比你年轻十二岁吧 可是这也不值得开心啊 本来是年轻十二岁 对啊 可是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 那值得开心吗 自己继续说 我不想说话 我在思考我的人生啊 我为什么要把你请过来侮辱我呢 刚刚我们开场那一段 一堆人带着这个 这个MASKA出来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致敬你的 今年演唱会的发布会 对 开了一个世界巡演的发布会 哦 这里面哪个是你啊 蹲在那边的那个是我 哎呀 然后 因为马上要启动了 这个世界巡演 世界巡演啊 然后上海站就是在 十二月十二号 就是跟那些电商抢生意就对了 我不知道你介不介意说这件事情 哪一件 你在内地被我们知道是演员身份 刚开始就一下 红遍大江南北 还是何舒桓知道的 是 然后发现原来 你跟陈奕迅是同级别的歌手啊 没有没有 我出道有点早而已 我们来聊聊这回的演唱会 怎么讲呢 因为你每次演唱会 其实大家都会有惊喜 有不同的主题和不同玩的东西 对不对 有 以前一直下来的演唱会 我都会想一些概念放进去 到这一次的演唱会 也是希望有一个概念在里面 这回的概念能现在透露吗 这一次我会做着一个时光机 带大家穿越时光 回到一些大家成长的一些 就是小时候 不同过程有不同的情嘛 那除了小时候的那份情 或者是男女之间的爱情 或者是父母亲亲情等等友情 就在一个时光的穿梭里面 去重拾那个情怀 是这样就是 不像我比如说我特别喜欢 周杰伦跟张学友的歌 所以我到KTV去会点 主动点那个歌唱 除了最初最原始大家真的去K歌 去唱 可是现在也变成一个游戏嘛 就是轮流唱 然后谁唱错了就要喝葡萄汁 你本人来了 我们想现场跟你本人玩一下这个游戏 但是唱你的歌就太不公平了 所以呢 所以我们唱别人的歌 你先唱然后我唱 谁唱不下去谁就输了 好啊 好 我们开始啊 音声声欲梦梦 世界只在你眼中 相逢不安为何重重 山山水水几万重 歌的高歌前行里 请在伟长当场走 我平常没有唱歌手 scoop 到我到我到我 要年等isis 等一回 等一回啊 前年等一回 等五回啊 啊 到你 到你 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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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电话打给你 没理由在环境 换你 记着我的情 记着我的爱 记着有我天天在等待 你 到你 到你 哥哥在岸上走 哥哥在岸上走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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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人家有名 妹妹 妹妹你坐船头 哥哥在岸上走 走走走走走 你没听过也很正常 你知道吧 因为我们主要 可是大家都会唱 当然了 我当然知道你不会唱 那你还叫我 因为没唱上来就输了吗 输了就要玩游戏吗 对不对 玩什么呢 真心话大冒险 汹涌澎湃的民意 你发现了没有 是是是 听说还开了个甜品店 是的 是不是 是 为什么会开甜品店呢 因为我老婆喜欢吃甜品 所以 我明白 这大概就是一个 爱老婆的方式了 我想法学起来 老婆我明天开个武馆给你 好不好 什么意思 你老婆爱吃甜品吗 就开个甜品店吗 我老婆喜欢暴力吗 开个武馆给老婆 但是因为 老婆是你经理人嘛 对吧 现在是我经纪人 对对对 老婆会控制你不许这个不许那个 会 特别 比如说 盯着我不许吃 你还吃 叫了你还吃 筷子就打过来了这样子 没有没有 这是夸张一点的 筷子打过去没有很夸张啊 是吧 然后筷子当时啪就多在墙上还比较夸张 我们很好奇 因为不管是我们看到的 还是坊间传闻的 还是你刚刚说的 老婆都是一个比你要强势的女人 对不对 也不是 那平时在家里跟老婆怎么相处 她在家里是什么状态呢 她喜欢看韩剧 然后她喜欢网购 网购它是怎样一个状态呢 它的状态我可以介绍给大家的 大家网购就是 好好地坐那边电脑吧 它是这样的 老公 过来看一下 有时候是这样 我很好奇啊 因为 两口子 在家里的时候 互相叫老公老婆呢 也有 但不太文艺 你跟你老婆之间 怎么互相称呼啊 真的是结婚之后 我们才互相叫老公老婆 那原来会怎么称呼呢 有没有那种不为人知的小昵称 小昵称不好说啊 留给我们俩呢 为什么我要说你要叫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你在公开场合叫 或者说谈到你老婆的时候啊 叫法有点心酸 为什么呢 你就说是我助手 他是我助手啊 哪怕你再感动你也这样说 你知道我们在网上挖掘到了什么东西吗 挖掘到了什么东西呢 他说你保持这个表情看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一个人我要特别多谢 在很多年前我刚刚出道的时候 我拿了新人奖 我在台上留了多谢他 回到后台我跟他说 我留了多谢你 他跟我说 他说 不要紧要 等你拿最上背的纳哥手的时候 才多谢我 今天终于成真了 我想他在后台中激动过我 我要多谢我助手 多谢你 后面还有一句的 我说多谢Lorraine 这个片段 我和老婆 之前在家里有就是上网啊什么 就也有一起再重看过 我们俩只要看 再重看这个片段 我们俩都忍不住 因为刚刚的那个 是我第一次拿 这个最受欢迎男歌手的时候 的一个得奖的感言 因为最初 我刚做新人的时候 我到台上拿新人奖 然后我忘记多谢他 然后我就回去跟他说 我忘记多谢你了 然后他说 等你有一天拿到最受欢迎男歌手的时候 你再多谢我吧 可是后面 我 这些年下来 就是很多的高高低低 甚至我当中 我曾经没有唱片合约 我都不能再发唱片 所以我是一直不知道 我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在那个颁奖台上面 拎着那个奖去多谢他 所以在当时 的确是很多复杂的心情 所以 这片段真的 我和老婆真的不能多看 真的 我要 非常多谢 我的老婆 Lorraine 其实有的时候表达感情 不需要什么那种 我们都是用音乐 门这个词 只要前面加上一个我 就会变得非常甜蜜 于是就有了这张专辑 叫我们 对不对 对 而且里面写给老婆的那首歌 叫做 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 是 是不是 是 这首歌是发自内心 要唱给老婆 对 现在 就是婚后的一年下来了 然后 现在的心态 心情 这婚后一年了 还是这样的心情 有 那么我们有必要 要听一下 这个心情 好 欢迎来自古巨鸡 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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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沒能穿上披風 化身潮人英雄 雖然沒做一壺白糯 萬人迷的總統 懵懵懂懂 碌碌湧湧 尋遍宇宙殘窮 找到你是我 最偉大的成功 我不在乎 我的平凡辛苦 日子渺小重複 而是做的夢 褪色荒蕪 我不服怒 再有你的旅途 我就心無旁駛 陪你看日出 在暮色中漫步 很專注 很幸福 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 我的平凡辛苦 日子渺小重� 每一個日出 都有感觸 每一個日出 每一個日出 都有感觸 都是幸福 我怨糊塗 背著愛的包袱 走得一無反顧 乎它更難處 管它誰笑我 执迷不悟 我很滿足 有你痛甘共苦 哪怕岁月藏著 一生的腳步 在與你靈魂停住 很專注 很幸福 找到你是我最偉大的成功 謝謝